你不回家干嘛去了呀 其实也不是说不回家 谁不想回家呀 家暖暖和和的多好啊 哎呀 但是 这会可怜啊 但是一到家 就是这些鸡毛酸皮锁事 就牢到我 太烦了 真的是太烦了 所以你在外面找到了温暖了 没有 那你干嘛呢在外头 就是不想回家 不想回家干嘛呢 他们单位有宿舍 在宿舍里打游戏是吗 他不告诉我 他就说是加班 那你到底干嘛 你今天把实话说了 你在干嘛呀 就是在单位待着 宿舍里边 那你出去兼职去 接着送外卖也挺好的呀 这个兼职呢 不是说什么时候都能 都能兼的 都是你得 你得找到一个合适的 而且我不是说 随时都能去做这个兼职 因为我还有自己的工作 所以你何欣 你烦在哪了 是烦妻子的唠叨 还是烦什么 首先我俩的矛盾 我知道根源在哪 根源就是说 我真的相对来说少一点 但是我没办法 一时间就是扭转这个东西 所以说也是因为 我自己的问题 也是因为他一直在犯我 就是都加一起 就比较 这不是一世之间的 就已经结婚两年了 不是两年其实对于人生来说 还是比较短的 你太着急了吧也 是 可能我有一些心急 然后就这件事之后 他就不经常回家 然后有一次我生病了 我给他打电话 我说你下班早点回来 还是没回来 到十一点多才回来的 我就挺心灰意冷的 就是跟他大吵一架 特别生气 你干啥去了 那次是真假门 平常都是假的 妻子病的那次是真的 你看你生活多弄人的 那有一次 我就去他们单位 我就去堵他了 我就不信 我觉得他是骗我的 他没有那么忙 我知道他的工作 其实挺闲的 那他跟我说总加班 那我就去看看吧 是不是真的加班 我就去了 到单位之后 他就是没在单位 那我就想他能去哪呢 然后我就一看 他可能去网吧了 因为附近就有个网吧 我一进去 果不其然 他就是玩游戏呢 当时我特别生气 我就把他随身 携带的电光包 直接我就让垃圾桶了 我就觉得 这日子就也不用过了 还有啥意思 但是后来他确实 也跟我道歉了 一直跟我说软话 说以后啥都听我的 那我就想 也不容易是吧 结了婚了 就好好过呗 我就还想再给他一次机会 我就原谅他了 然后正巧赶上 我们的商贸公司 招业务 我觉得是个挺好的 锻炼的机会 他也能学学做人 也能学学说 一些灵活处事啊 也能争得多一点 然后他也答应我了 回家我就跟他说了 他就答应我了 我特别高兴 但是两天之后面试 放我鸽子了 不去了 为啥啊 这个不去 我想了挺长时间的 因为我有两个原因 第一呢 我是做电工的 我只会 这个这种技术方面的活 然后这个小时候 我是一窍不同 我怕我做不好 给你丢了这个脸 第二呢 因为咱俩平时在家 就是一直吵 如果咱俩在一个单位上班呢 就是一天二十四小时 都在一起 我会觉得更加的烦 我问你为什么 可能你没理解 我并不问你 为什么没去 我更想知道是 为什么你不去 不跟妻子说明原因 不跟他商量 为啥 你不都答应他了吗 其实就是 为什么你答应人家了 你不去 还不告知人家一生呢 怕他 不敢说 所以先硬撑下来 然后放鸽子 什么原因 这个我当时也不知道 自己怎么想 再答应他了 你是特害怕他吗 他可能是太烦我了 但是他这样做更不对 还不像告诉我呢 是是是 你是害怕他吗 对 你是害怕他 还是害怕失去他 都怕 不是烦啊 是怕失去你啊 很有地位啊 在这个家 所以他现在提出 这个生娃这件事 你觉得就是个 天方夜谭了吧 对啊 现在婚姻都很艰难 他真的是在我们 同龄人 不说同龄人吧 就我认识的男的里面 是挣得最少的 后悔不 后悔 有点后悔 他认识的圈 跟我认识的圈 不太一样 我们这边是 是好几个人 挣得全部 就是我这么多 你怎么不跟 那好的比比呢 为啥就总是 跟那个挣得少的比比 那你当初为什么 看上这么一个 穷小子了 他当初跟我说得特别好 他说他会努力赚钱的 我们还年轻 我觉得跟说没关系 他是不是对你也挺好的 说实话当初确实是 不对我好 我也不能跟他在一起 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说 其实如果他还像婚前那样 一直一如既往地 对你那么好着 其实这个收入也 不是特别关键的一件事 但是也有关系 因为这个谈恋爱吧 可能就是两人没在一起 打伙过日子 他这个钱没有那么明显 你说花光了 月月光也就无所谓 月光族 但结婚之后特别多的事 不是光说咱们出去吃顿饭呢 或者是怎么样 买件衣服这样 那很多比如说人际关系 为人处事 或者家里面有什么事 需要随理 各种事情 这个花销就不一样了 你现在有没有一种感觉 就是不叫看错人了 就是当时你在谈恋爱 或者想嫁给他的时候 只是因为这个人好 而婚后你发现 仅仅人好不够 还需要有能力 对 就是他是个好人 但是他是一个 没能力的好人在你眼里 是不是这意思 现在看来真的是没有能力 那可咋办呢 我让他努力 我怎么说怎么做 就是给他想尽办法 他都不努力赚钱 不是 可是我知道 在生活里面 有些人就是这样 每个人好像有自己的定位 就跟在球场上一样 有一些角色球员 就是他就负责抢篮板 他抢篮板抢得特别好 你让他打前锋 他就打不好 他不是全能的 有些人可能在生活里 就是这样